政府在收紧四项防疫措施 包括食事后日零时起 全日禁止糖食 限聚令收紧到两个人 强制戴口罩的规例 扩展到室外公众地方 食烟都不能够豁免 新一次防疫抗疫记者会 由政务司司长张建中主持 因应近日疫情持续恶化 宣布收紧四项防疫措施 包括刊献将强制戴口罩的做法 由室内扩展到室外公众地方 只有饮食、食药和未够两岁等 有合理辩解可以豁免 街边食烟也不可以豁免 违反的人定额罚款2000元 最高罚5000元 除了特定厨所之外 所有食事全日禁止糖食 只可以外卖和外送 美食广场要关闭场所座位 酒吧就继续关闭 限聚令由四人进一步收紧到两人 同住一户和公共交通上的人 可以获得豁免 需暂时停业的表列处所 新增体育处所和游泳池 所有措施星期三凌晨零时起生效 为期七日去到下个星期二 当局形容今次疫情是半年来最严峻 未来两至三个星期是关键 希望市民引药一下 强烈是呼吁全港的雇主 尽量用他们的雇员在家工作 从而减低在早餐午餐时份 大量雇员因为要外出去买饭盒 或者排队而引致这个聚集 向港大市民作出一个诚恳的呼吁 请大家尽量尽量留在家中 减少社交的接触 被问到今次疫情爆发其中一个源头 是当局豁免船员等入境要检疫 直到星期三才收紧措施 是不是太迟 当局强调当初是为了维持本港货运 和响应海市组织呼吁 照顾船员健康 相信新防疫措施会有效 我们这些政策不是前流不一 实际上我们根据实际的情况 将次有道 本地的确诊个案是找不到源头 这是我们忧虑 我们正在努力去找的了 但是人流的减少是重要的 我们在这个阶段 如果我们还控制不到人流 继续发展下去 这个也不可能是讲得过的 至于为什么不索性直接推出禁足令 政府说要考虑很多人不是家里煮饭 停工什么外卖都没有 这样的话很多人生活有困难 也带来真的很不便 不能随便谋谋言说禁足令 因为这个是知识体大 影响心愿的 也是否做到一个难度高的问题 当局华会密切留意受疫情影响的行业 适时提供援助 无线电视记者线节报道